買東西 付現金 在平常不過的小動作 現在可能成為有傳播病毒的風險 一位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研究指出 新冠病毒可以在銅板鈔票上存貨四小時 甚至長達十天之久 金額金是四百塊嗎 對對對 好 促使消費無接觸震撼 像在做店家做消費的時候 我都會問說你有沒有就是 一些行動支付啊 或是有沒有載具啊 可以做運用 只是把你付錢的方式 換一個方法去做支付 我們目前都線心結紮 它減少跟客人手部的那個碰觸的 那個感染的機率 拿出手機掃描QR Code 電源顧客消費全程零接觸 也推升電子支付的使用率 一定會有提升 或者是購買 購買慾望會比較提高一點 譬如像產品系列就會多買 我覺得至少提升三到四成 根據金管會統計 全台行動支付用戶數 近三個月從六百九十二萬人 提升到今年二月已經累計超過七百五十萬人 事實上觀察電子支付的支出 佔個人消費支付的比例 就能知道台灣將電子支付 視為兆元新興產業 過去頂多二十到三十趴的成績 今年的目標是要過半達到五十二趴 比我們平常的行動支付的交易額來說 大概是十倍成長的交易額 店家都一定是非常有感的 感受到消費者的使用提升 疫情衝擊下消費安全意識提升 也意外讓電子支付平台秀到新商機 歡迎新聞成員魏力亭台南報導